注意看了 这可不是排队做核算 传说能敲响石骨之人就是真命天子 而朱崇八只是处于好奇 没想到他这一锤上去竟然真的敲响了 镇的瞬间人仰马翻地动山摇 百姓们纷纷震倒在地 就连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宫大殿都震得摇晃起来 皇帝被吓得惊慌失措 太恐怖了 比打雷还响 大人 难道石骨被人敲响了 什么 好在沐云这时过来把崇八给拉走了 城楼上的哈马太尉立马下令追杀妖人 多亏了沐云 崇八才侥幸递过了一劫 可藏在定远城里也不是长久之际啊 崇八正挠着臭头 在想如何躲过官兵追杀逃出城去 突然看到地上有块掉落的豆腐 就瞬间想出一个好办法 他头戴荷叶遮住他那显眼的臭头 右手拿着臭豆腐引来无数的苍蝇围绕在身边 路人见了都绕着走 还装成了一个傻子模样 崇八心想这样应该就能躲过援兵的追杀了 此时哈马太尉接到太监传旨 说萨满大祭司已经推算出那妖人的特征 他会投戴皇冠 手拿玉玺 身边还有千军万马 哈马一听这还得了 当即下令张帖缉拿告示捉拿此妖人 这天刘伯温也来到了定远城 他看到告示上的通缉犯 投戴皇冠 手拿玉玺身边还有千军万马 心想谁可以这么嚣张 刘伯温转身准备离开时 正好看到了打扮怪异的猪虫吧 这时沐云发现刘伯温在看他们 想提醒崇八时 不小心打掉了手上的豆腐 崇八赶紧弯腰起剪 不小心把头上的荷叶也给掉了 怎料一对援兵正走了过来撞个正着 崇八还想着继续装傻子呢 但这个援兵已经认出他就是那敲响石骨的妖人 刘伯温眼看崇八躲不过去了 就准备出手相救 但又想到光天化日公然和官兵作对恐有不妥 只好暂且作罢另想他发 崇八看有十几个援兵手持弯刀 只好让沐云先走 援兵只抓敲响石骨的妖人 也就没怎么在乎沐云 刘伯温也只好眼睁睁看着崇八被抓走 喀麻太尉的千金托亚正在思念崇八 这是丫鬟来报 说太尉把敲石骨的妖人抓到了 托亚听后还为父亲庆幸 并问妖人长什么样子 丫鬟说是个穿着破烂的臭头小子 托亚听后大吃一惊 急忙跑到了牢房看望 一看果然是朝思暮想的崇八 就赶紧命令牢头打开牢门 直接朝崇八扑了上去 你要干什么 开车 崇八也来不及叙酒 让托亚赶紧去求哈马太尉放自己出去 托亚急忙跑去求父亲 哈马一听当即就给拒绝了 说这个妖人是皇帝陛下多年来的噩梦 如果放了他 我怎么向皇帝陛下交代呢 并且让丫鬟看住托亚不许走出房门半步 这是刘伯温变成一个援兵准备混进牢房就崇八 怎料被妖女齐齐格无意看到 齐齐格也跟了上去 崇八这边来了一个援兵给他送饭 抬头一看 原来是乔装打扮的刘伯温 刘伯温告诉住崇八 自己不能贸然劫牢 不然会引起骚动 但是我会教你炖土的法术 你可以用土炖术自己逃出去 然后刘伯温悄悄告诉了崇八土炖术的口诀 可没想到刘伯温刚走不一会儿 齐齐格大摇大摆走了进来 崇八见此大吃一惊 齐齐格当即就要杀了崇八 崇八赶紧默念土炖咒语 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学会土炖术 这是好朋友沐云也没闲着 他摸进了太尉府寻找朱崇八 没想到误打误撞闯进了托亚房间 并挟持了托亚 让丫鬟去告诉哈马太尉 其目的是想用托亚救出崇八 托亚得知沐云要救的人是崇八后 还未知庆幸 说自己也在想办法救崇八 二人的目的都是为了崇八 还坐下聊了起来 他们听见哈马太尉过来了 托亚赶紧让沐云拿剑架在他脖子上 哈马进来后 沐云要求赶快放了朱崇八 哈马一听妖人崇八姓主 就更加确定朱崇八就是皇帝要找的人 因此就更不能放了 但是又不忍看着女儿被杀 就在哈马犹豫不决的时候 小兵来报 妖人突然不见了 沐云听到好消息后放松了下来 忽视总教头趁机一把把托亚救了过去 失去人质的沐云又被抓了起来 而这边的崇八利用土盾树逃出去后 奈何太尉府太大找不着出路 于是偷偷地躲进了一个房间 没想到这是托亚走了进来 原来这是托亚的闺房 而且还准备沐浴 崇八一时慌乱就藏在了床上 托亚小姐准备沐浴 却不知朱崇八就藏在床后面 崇八是个正人君子 但此时又不能出去 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偷看完托亚沐浴的整个过程 看得崇八心脏都快蹦得出来了 托亚沐浴完毕准备睡觉 崇八无言面对 只好紧闭双眼捂着脸 托亚上床突然发现 朱崇八竟然在自己床上 崇八怕托亚喊出声被人听见 就急忙捂住她的嘴 托亚怕崇八被发现 就让丫鬟先退了下去 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也太尴尬了吧 崇八准备转身离开 托亚知道外面有守卫 就急忙想拦住崇八 你 你不要过来 我不是故意的 我帮你裹上 崇八无心的把托亚看了个尽光 现在就更加尴尬了 但看托亚的表情倒是蛮乐意的样子 还安排崇八先在她房里躲一晚上 具体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狼哥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到了第二天 托亚的表情就像新婚刚起床的新媳妇 问崇八我们什么时候成亲 崇八一听当即傻眼了 没想到这臭小子看光人家身子后 居然还不想认账 并且还说自己这辈子只会取马秀英一人 托亚爱崇八爱的太深 说只要你娶我 我可以同意你取马秀英为小妾 看到凭着不可一世的千金小姐居然说出这番话 崇八不忍再言伤心之语 说自己目前还不能考虑这些 当务之急是要先将墓云救出来 就在这时 哈马太尉来找托亚 二人吓得一时不知所措 崇八随口道出 要是你爹现在能摔倒 腿腾不能进来就好了 大人 没想到哈马竟真的一脚踩空扭伤了脚 崇八侥幸的逃过一劫 托亚来看受伤的父亲 突然想到如果能拿到他的通关令牌的话 不但可以救出墓云 而且还能让崇八逃出去 托亚趁他老爹睡着时拿到令牌 随即让崇八打扮成援兵来到牢房救出了墓云 再用通关令牌顺利通过了重兵把守的城门 三人终于逃出了城 但墓云在牢里受了伤 并且两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跑不动了 这时哈马太尉带人追了上来 官兵们很快就将崇八几人团团围住 哈马拔出弯刀就要杀了拐骗女儿的崇八 幸好这时刘伯温突然出现 刘伯温让崇八他们先走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崇八他们逃远后 刘伯温彻底的放开手脚 三两下就将这些援兵一一给控制住了 就连哈马太尉也被点了穴道动弹不得 哈马让刘伯温杀了他 但刘伯温说自己是不会轻易杀生的 然后潇洒的离开了 崇八这边带着受伤的墓云实在跑不动了 而且墓云还发着高烧 本想找个地方休息 给墓云弄点吃的 怎料突然冒出一群山贼将他们团团围住